其實買房這件事情 我想也不只是台灣的年輕人 覺得壓力很大 其實在美國這個狀況也是一樣 我們先來看是 年輕人他們現在的問題 處在於這個貸款的金額 必須變得更高 我們看這個圖表上就顯示 其實跟10年前相比 他們的平均建估值 竟然增加有將近4成6這麼多 所以是不是已經顯示出 這個房價飆漲的速度 早就超過壽星階級 能夠承受的範圍 因為你的薪水不可能漲這麼多 基本上因為你要貸款的時候 你一定要透過銀行去做建價 你買的是中古屋 或者是新陳屋 或者是你的坪數的大小 其實建出來的總價 就會有些不同 我們看到這裡特別做了一個比對 2015年跟2024年 其實想讓大家感受一下 這10年之間的變化 30歲以下 2015年平均792萬 合理 我買一個比較小坪數的 50歲以上1409萬 他會買想大一點的坪數 可能有小朋友幹嘛 但是這10年我們發現一件事 50歲以上的從1409變到1606 變化不大 跟這幾年中古屋的漲幅 大概14%好像差不多 也增加了將近200萬 應該是可以負擔 因為畢竟平均如果你50歲以上 稍微財力應該是足夠 但是我們看到30歲以下 就是很多年輕人剛進社會 準備要買房 想要娶妻生子的 像庭浩就買了好幾戶了 可能要娶好幾個老婆 我再猜 這10年來 從792跑到1160 這代表什麼意思 是房價大漲嗎 沒錯 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大家開始不太 年輕人覺得說 小坪數一點的 我乾脆買預售屋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觀念的轉變 所以一口氣增加的負擔368萬 增幅高達46.5 這個幅度很大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你去看房 你的條件應該也有跟上 可是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對比這10年 因為我們就統計10年 我們就對比 好 我們講平均薪資 現在是46,073元 好 那2015年是多少 當時3月是38,530 這中間到底差了多少 就增加了7,543塊 就說我10年前 要買房的年輕人 比現在更幸福 當時你覺得很痛苦 保價很低 你覺得很痛苦 我說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不想想我們對不對 他說沒有 我們現在更辛苦 我們現在薪水只比你當時多了 7,543塊 可是我要付的整個房貸 整體來講 金額是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其實非常的辛苦 當然三不轉 路轉 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提高不了我的薪水 對不對 要不然我買房子變小好了 這個可能是年輕人的想法 買總價比較低一點 對 乾脆我們富貴險中求 我們帶大家去看這三棟 這房子真的不錯 位於的地點都是交通 非常的便利的 附近應該是 確實是很便利 對 有雙捷運 還有公園 而且你要去電影院要幹嘛 都非常的方便 可是 可是 我們先講那附近的商圈 因為就在林生北路附近 那附近 大概都85 90萬左右 那這三個社區分別是景星大樓 合宜 金營大樓 跟春暉新世界 如果真的不曉得 我們在為什麼要特別敵 這三個大樓的 大家社會新聞上 可能有看過 比較多 你新聞Google一下 成交的行情就少很多 都四五十萬左右 你看景星大樓低了多少 51% 這樣就是社會新聞案件比較多 照道理應該大家會比較排斥 可是我覺得年輕人 真的富貴險中求 你看一下去年到現在的交易量 景星大樓既然成交35戶 春暉新世界成交多少 47戶 實際上當然你說 如果以七坪套房來算的話 也不過350萬 那我買來租年輕人也有可能 因為他這個租金才1萬3 報酬率也不錯 這會不會是一個方向 當然對比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現況 我覺得美國是不是 也有這樣的現象 有一句話叫做 便宜治百病 你沒有錢就買 可能條件沒有這麼好的 台灣的年輕人跑到凶宅去了 那美國年輕人乾脆願意 犧牲一點點自己的人身安全 去買一些比較容易發生 野火洪水的地方 對 就會到比較凶的地方 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現在的年輕人 因為坦白講還是想要有 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他就移到哪裡 根據調查 他們就移到風險係數比較高的 我講區域 不一定是城市 加州 西岸或是雅力桑 因為比較乾燥 確實會這樣 當地的這個區域的物價 房價跟物價確實都會比較低 好 2023年遷入 照道理比較不適宜冷居 我應該遷出對不對 可是他反而遷入比遷出多了 6萬3千多人 然後洪水風險高 也增加1萬6千多佛羅里達州 是 最近才有這個颶風剛剛過境 所以你會發現 不管在台灣也好 在美國也好 年輕人的思維 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而且這樣的一個趨勢 也反映在房子購買坪數的變化 1973年以前 大家平均是42坪 到了2015年成長到69坪 合理 房子要越買越大 可是到了2023年 又掉到62.7坪 少9% 其實也不少 當然因為房價大漲了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總價能不能降低 所以建商也開始 找比較小的地 蓋比較小的房子 所以生活成本的提高 我相信賀錦麗也知道 大家必須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 他的這個政見當中 似乎打的就是 我們講中產階級 或是年輕人的牌 第一個 他說首購組 可以獲得25000美元 投機館的補助 這個應該很多的年輕人 會很喜歡 對不對 第二個 他說這個聯邦禁令 要明確的禁止 就是生活用品 價格的一個提升 再來降低處方藥的成本 讓胰島素的價格下降 再來兒童稅收 避免額度的擴大 這個都比較屬於 我們講年輕人的一個家庭 對不對 甚至他說我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說我要把企業稅率提高 這個一個提高意思是什麼 金字塔頂端 把他的錢挪到中產階級 似乎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不過川普也有話講 他說這樣子 你做的這些 不就是導致通膨嗎 你這樣會破壞美國 不過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拭目以待 賀錦麗的政策 能不能吸到中產階級的票 時代的最新趨勢 AI現在精品集團都搶著用 我們來請教陳彥 其實包括像LVMH 他們是投資了3億 在AI新創公司 包括Prada也有一些動作 AI的應用其實太多了 包括可以教你辨認假包 或者是去分析你更精確的 整個使用者受眾的輪廓 因為當這些精品家族 投入這麼多錢 進入到AI的時候 大家以為是不是 要應用在產品的設計上 可是其實一部分對 一部分錯誤 因為大家也知道 當你買到精品 然後你背得很興奮 就別人說你這假包 就假包的時候 我想你心情會非常的低落 可是我們怎麼去辨識 其實絕對有很大的一個難度 所以像LV 他跟攝影師品牌合作 把AI導入 簡單來講 就我在製作的過程中 實際上如果我這是真的包 我有一定的製作過程 我只要利用AI的一個拍攝系統 我把特定的部位 把它特別的做了一個掃描以後 未來我們就具備了 所謂的數字指紋 這個數字指紋 未來我買了真假的包 我只要透過我的APP 其實我掃一下 我就知道了 這樣是不是也提高了大家 購買真正的精品的意願 因為我就不會買到假包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也就是說因為過去 我們都什麼一個 隱藏在哪裡的一個小標籤 找支付去認證 很麻煩 或者是那個紋路 坦白講我其實是辨識不出來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你就不容易買到假貨了 另外像Prada也合作 應用AI在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社群帳號 貼文的管理 目的是做什麼 透過AI能夠仔細的去分辨 品牌的定位跟受眾 也就是說我的行銷的目標 越精準 越明確 你就不會亂花錢 在無謂的廣告的範圍 另外一個我們就講線下門市 他怎麼運用 這個很厲害 我一進去 我就抱謝承諺 對不對 他馬上一查 不好意思 你不是我們的客戶 他可以從客戶的購物的記錄 喜好 品味 簡單來講 常常拿了一堆 不是客戶喜歡的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所以很快找到客戶要用的東西 然後甚至你看Prada 它彩妝 你有這麼多種配件